约书亚纪第24章 约书亚在事件召集以色列各支派 又把以色列的长老、首领、审判官和官长都召了来 他们就站在神面前 约书亚对众民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 住在大河那边 他们侍奉别的神 我把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 领他走遍迦南地 使他的后裔增多 把以色赐给他 又把雅各和以色赐给以色 把西尔山赐给以色做产业 雅各和他的子孙却下到埃及去 我拆派了摩西和亚伦 借着我在埃及所行的神迹 用灾疫击打埃及 然后把你们领出来 我领你们的列祖离开埃及 他们去到海边 埃及人带着战车和马兵 追赶你们的列祖直到红海 你们的列祖呼求耶和华 他就以黑暗隔开你们和埃及人 又使海水附流淹没了他们 我在埃及所行的事 你们都亲眼见过 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日子 我领你们到了住在 约旦河东的亚摩利人的地 他们和你们征战 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 你们就得了他们的地做产业 我也在你们面前把他们消灭 那时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起来 攻击以色列人 他派人把比尔的儿子巴兰召了来 咒诅你们 我不肯听巴兰的话 结果他反而依而再祝福你们 这样我就救了你们脱离他的手 你们过了约旦河 来到耶利哥 耶利哥的居民与你们作战 还有亚摩利人 比利喜人 迦南人 赫人 格加萨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 也跟你们作战 我把他们都交在你们手里 我派了黄蜂飞在你们前面 把亚摩利人的两个王 从你们面前赶走 并不是用你的刀 也不是用你的弓 我赐给你们的土地 不是你们劳苦开垦的 我赐给你们的城市 不是你们建造的 你们却住在城中 你们享用的葡萄园和橄榄园 也不是你们栽种的 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真诚地按着真理侍奉他 把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 和在埃及侍奉的神除掉 去侍奉耶和华 如果你们认为 侍奉耶和华不好 那么今日 你们就可以选择 你们所要侍奉的 是你们列祖 在大河那边侍奉的神呢 还是你们现在 所住亚摩利人之地的神呢 至于我和富家 我们必侍奉耶和华 众民回答 我们绝对不会离弃 耶和华去侍奉别的神 因为耶和华 我们的神 把我们和我们的列祖 从埃及地 维奴的家领出来 并且在我们眼前 行了那些伟大的神迹 又在我们所行的 一切路上 和我们经过的 一切民族中间 他都保护了我们 耶和华又把所有的民族 和住在这地的 亚摩利人 都从我们面前赶走 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约书亚对众民说 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 因为他是圣洁的神 他是嫉妒的神 他必不赦免 你们的过犯和罪恶 如果你们离弃耶和华 去侍奉外族人的神 那么在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之后 他必转而降祸于你们 把你们消灭 众民对约书亚说 不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约书亚对众民说 你们选择了耶和华 要侍奉他 你们为自己作证吧 他们说 我们愿意作证 约书亚说 现在 你们要除掉 在你们中间外族人的神 一心归向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众民对约书亚说 我们必侍奉耶和华 我们的神 必听从祂的话 那一天 约书亚就与众民立约 在事件 为他们定立律例 和典章 约书亚把这些话 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 又拿一块大石头 立在耶和华圣所旁边的像树下 约书亚对全体人民说 看啊 这块石头 可以向我们作证 因为他听见了 耶和华 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 所以 这块石头 要向你们作证 免得你们否认 你们的神 于是 约书亚打发重鸣 各自回到自己的地业去了 这些事以后 耶和华的仆人 嫩的儿子约书亚死了 那时 他是110岁 以色列人 把他埋葬在他自己地业的境内 就是在 以法连山地上的 亭拿希拉 在加石山的北边 约书亚在世的日子 和约书亚死后 那些知道 耶和华为以色列人 所行的一切事的长老 还在世的日子 以色列人都侍奉耶和华 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约瑟海骨 葬在世间的一块田里 这块田是雅各从前用一百块银子 向世间的父亲哈摩的子孙那里买来的 这块田就成了约瑟子孙的产业 亚伦的儿子 以利亚萨也死了 以色列人就把他埋葬在基比亚 就是他儿子菲尼哈 在以法连山地所得的产业 遇到官方靖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